就是現在的名稱 那比如說我現在 假設是4好了 4的話他會抓到 這個是0 1 2 3 4 所以他把這個這一串有沒有 抓過來 他會抓到哪裡呢 他會先抓到這裡 這一段 先抓到這個 Column Book 再塞到這邊來 所以你會發現呢 如果我們最後run的話 run出來的結果 就會出現 下面這個 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名稱就塞過了 這個圖就塞過 從哪邊塞呢 其實就是從 Images 裡面的 就是這張圖的名稱 去抓了 那這張圖叫什麼名稱呢 我如果不知道的話 其實可以從那個 我們這邊找 就是12345 就這一張 有沒有 編號是01234 這個是陣列 所以這裡的話 如果你對那個 陣列不熟悉的話 從這個部分恐怕要再 多去 這個部分在Java裡面會講到 那陣列的部分就是 他的順序 是從0 然後陣列長度的話 就是5 5個東西 OK 大概是這樣的流程 所以基本上 我們會有上一頁 就會有下一頁 然後就是取下一頁 最後就結束掉 這個是一個 動態的寫法 那以後如果說 當然 如果你實在 不會寫成動態的話 你就變成你要去增加 如果5本書 你就要多增加5個頁面 當然 看是一般外行人看現在看不太出來 反正還是可以下一頁下一頁 但是如果內行人看的話就看得出來了 對不對 你按的時候就感覺 就Loading 很重 另外很花時間 另外如果5本書還好啦 如果說你只有5頁說真的做靜態OK 但是如果你是像那種書店 他們不可能只有出5本書 如果出5本書那書店一定會倒 所以 通常一定會至少 一個書店至少要幾本 恐怕要 500本 好像不只吧 至少來個1000本2000本 所以如果1000本2000本 如果你全部都做成靜態的話 那真的是會會昏倒 如果說你的 會做動態的話 以後就去抓 甚至 會不會有新書出來 如果新書出來你靜態的話 你還要去改什麼 增加頁面 改原來的 那就更 更難維護了 但是如果說你 會做成 動態的話 那就可以 直接去改 改 政列啦 不過一般 如果再大量的資料 通常會放在資料庫裡面 那也就是說你抓了之後有沒有 會把資料庫的東西 先放在政列裡面 再來顯示 那就更 更更好了 所以後面的話 也有範例就是說 有一些像雲端的那個資料庫 也可以先 放在政列裡面 再來顯示出來 這樣的話以後 後端的人不就是去更新 那個 資料庫 那你的手機app 也會跟著更新的 就算了